因为你不这样练习 你以为出家才清净 你在家纷纷扰扰 那你也没办法修行 因为你在家就纷纷扰扰了 你出家怎么会修行 在家反而没人干扰你 你出家坐在寺庙 我们这几个 翁定翁 我给你看 找你麻烦 你看谁谁念 你看这一批人 吵架不敢让你知道而已 不跟你讲话 这样 我也没有对你不好 但是我也没对你好 你是你我是我 这样 你要说让他合合在一起 还不太容易 虽然好像是一堆人 但是呢 有时候不见得在互相帮助 所以 那出家 你在家几个人就合不来 你出家怎么合得来 这一点 一定要 一定要说 你现在就要开始 跟周围的人都合的 你不能用你的想法 让对方 就觉得你很烦恼 冲突 这样没办法了 再来 《大方广佛怀言经》 修辞分 念一下 弥勃菩萨问世尊 所以 在佛怀里面 用稍微感受 快乐 平安 又不退转 又不成功 很快就得到功德万万的佛法 那些菩萨变 那些菩萨变 都在生世轮回 我们每天都会疼苦 你不能那些疼 你都没疼 你女儿开始疼 你女儿没疼 孙子开始疼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 所以 在那些生世变化无常当中 没去忍受到无量 种种痛苦 给你逼迫 一心说 你中感情了 怎么听听听 你又怕就怕到了 这些变状 所以不但没有逼迫 而且在种种的修行上面 余诸佛法素得圆满 第二 二十四尊高弥勒菩萨言 善哉弥勒 如于我所常有所问 今所问亦 你最顺我心 如今哀悯诸天即人 太好了 所以各位 我们在跟他问的事情 我们在问的对方很高兴 你在问的 有时候我这个人也有点不耐心 都在问 那我问的五四三二一 我知道我跟他说一遍 所以他又问三条 三条又说五条 然后呢 问的都是世修法 他不问个人解脱 也不问菩提心 事实上 你讲一个菩提心 你拱用一杯水 你就可以超度 你就可以帮助你娘 但是他怎么问都是世修法 因为就会干扰时间 因为我也认为说 我不能对一两个人天天在讲话 因为我必须多一点时间 研究佛法 要去广大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变成惨离 而且不讲佛法 讲话都是世修法的金钱 有的没的 如何如何 因为他怎么问都跟他个人解脱 没关系 或是要发菩提心 不是说不慈悲不慈悲 因为他抓不到重点 所以 结果问问的我跟他说 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修怎么修 结果他那个 一对老婆的老婆 一直就说 你就直接问师父因果就好了 他讲那么多干嘛 我跟他说 但是他就会用慈悲啊 用什么方法 追问你 所以各位 世尊问弥勒菩萨 跟各位说 哎呀 你常来问我问题 今天所问的义礼 最随顺我的心 因为佛陀就是希望大家 赶快离苦成佛的 而且弥勒菩萨问了 是为众生再问了 如今哀悯诸天疾人 所以一切世间无量众生 多所利益多所安乐 故能误我如是之意 所以这要大悲心而问 我当为如分别言说 令诸菩萨 不经勤苦 而能肃证佛菩提 重不重要 快点快点 快进行起来 现在重点来了 过境受病 过境受病 第三 佛子 若有众生 为求菩提 而修诸行 怨常安乐者 应修慈心 以至调福 这个第一条 也就是说 佛陀告诉弥勒菩萨 因为弥勒菩萨是修慈心的 所以弥勒菩萨 故意现神胖胖的 很可爱 这个是最快降福贪神吃的 也是最快去利益众生的 所以弥勒菩萨的伟大是 哇 你去美国看看 每一个餐厅外面都 都放个弥勒菩萨 正在做焉供 至少弥勒菩萨跟他们结缘 弥勒菩萨守在餐厅门口 至少他里面杀的弥勒菩萨 会给他超度 对不对 弥勒菩萨不让对方讨厌 每家家户户 门口都要摆个弥勒菩萨 因为你去国外 没看到弥勒菩萨 人家不知道这叫中国餐厅 所以这个是他的方便 但是如果你是 买昏的还找我去 因为他不知道弥勒菩萨的词 我就要更新给对方快乐 所以各位没有慈心 不能修悲心的 我等下来说一句 你很疼你儿子 你这个人就不甘命疼 了解吗 哦 人家你快乐人 睡白人 叹气你就很高兴 你就是不甘命 太疼 所以你有这个慈心 那你自然就会有很强烈的悲心 就会对众心 所以怨常安乐者 应修慈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幽默 幽默 什么大事 OK 说两句子绰绰的OK 而且禅师又加上幽默 我一下就弃如重点 人家给他闭 哪有我在给他闭 没关系 你给我笑脚中 笑笑就好了 所以 但是 你也让替你担心的人 不用担心 所以到一天我来打拼 你没有来问 阿叔你很可能打拼 没有啦 大家很辛苦 我很高兴 我很高兴 来看我的 希望你的拼得好 我没有问题 我慢慢的疼 我有空性 没关系 很多人在做 没关系 所以 那你自己愿意承受 就没问题了 对你来讲 痛跟快乐 都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每一个我喜欢快乐 而不喜欢痛苦 对我们来讲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修空性 快乐痛苦都是一个助缘而已 它没什么问题 所以各位要用修慈心 来调伏自己的不关心众生 不给众生快乐 来调伏自己的冷酷 贪嗔痴 骄傲等等 所以各位要听一听 像一像 看到花 哦 给你担嘴 你很香哦 看着牌尾 哦 阿弥陀佛 看着人 你好你要开始练习哦 各位你明天才开始 早上爬起来 每天站在门口 当家爬要出起床 要给他 要帮他煮一下 要送给他吃好料 你要常常想办法 你要开始去结缘 你要不要 关起来 我要念经 我要干嘛 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在房间我很认真 但是如果一出来 我就是你好 你好 微笑 带礼物 要开始练习吧 好 因为 因为 你是要羞耻心 不分在 特别各位 你在地人这样做 更好 好 我上面去外面 跟他唱 有些人叫 输我跟博士 我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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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唱 我们的概论 看人家就要唱了 因为附近说 看在面子就有缘 没有缘 我说 好 我相信我笑得不错 因为我觉得 这人看我就知道 有缘 这是我没有看他们 我一看就知道 这就有缘 所以 我可能会给他打个招呼 所以 那有些人是 一直看我 看他蜜蜜 我都说电视 我知道 你怎么比较瘦 这样 有人说 你比电视比较好看 谢谢 我不是女儿 你不用给我拔 我无所谓 所以 但是你要讲 原来你在哪里 跟你有缘的人 太多了 就算电视没看过你 他看到你会觉得有缘 因为我经常出国 我就知道 那些外国人 黑人 你辈子都没见过面 他看到你就很想 来跟你打招呼 很想问你很多话 因为有缘 没缘 他不会跟你讲话 要是你要借这个机会 赶快把最好的佛法 透过讲话 透过声音 透过回向 给他 所以各位不要忘记 像我经常在记住 走来走去 几千人 因为很多方 我站在那边 等五分钟 我都告诉自己 看到我见过我 我替他们念他们都 一直一直跟他们 因为这五分钟 前面走过了几百人 一下下辈子才能见面了 搞不好下辈子都还见不到 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 慈心 所以慈心如阳光 各位要这样想 你不是说慈心放在心里 你要管想 慈心变阳光 照到太阳 照到太阳 都得到我的功德 慈心变水 喝到水了 得到我的功德 慈心变声音 听到声音的 不管他现在放喇叭 飞机的声音 都得到我的功德 因为你要修广大的慈心 那你的我质贪生吃 就不见了 以字调伏 千万不要光想自己 不要想要休息 哭会生还不生 哭顾也会生 所以各位但是 你要练习到 白天也笑 睡觉也笑 佛菩萨永远都是庄严的 庄严的 他不分时间 都是在慈心的状态 慈心三昧状态 所以怨常安乐者 怨快速成佛者 首先你要修这个快乐性 迷乐性 所以第四 如是修习 于念念中 常聚修行六波罗蜜 素能带及诸忍之地 素得圆满无上正觉 具足实力 四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最上功德 庄严其身 尽于未来常住安乐 亦能除灭一切众生 无始而来 诸业重障 佛陀就这么简单 跟弥勒菩萨 你只要常修慈心 以至调伏 你就可以快速成佛 也可以消除众生的业障 所以米勒菩萨 所以现在全世界流行最广的就是弥勒菩萨的相 你看我们道琴 各个画那个弥勒多好看 虽然他现在是道琴 但是弥勒菩萨也在射手套 所以用各种的方法 各位决定好没有啊 因为你有这个要此众生快乐 你就很容易聚足六波罗蜜 这样 所以一念念中 常聚修行六波罗蜜 为了达到慈心 所以很简单 就像一个女孩子很爱这个男人 她就会每天打扮得很漂亮 对不对 因为我要给对方欢喜 所以对她来讲 她就会很要求自己等等等等 而且她就会有很大的力量 就像一个爸爸 一个负责的爸爸生的小孩 她就想要买房子啊 给太太给儿女住 哇 她就会一直冲 所以古代人都说 快要帮我帮他帮他就有这个 有些人要这样 她就会认真 她就会把自己表现好 所以佛陀告诉弥勒菩萨最快的方法 所以各位呢 这几句话 特别第三句再念一次 来 佛子若有众生 为求菩提而修诸行 愿长安乐者 应修慈心 以智调伏 这个就是老和尚的特色 我们这些人还不够老 但是我是跟老和尚在一起 出家修行的 卢徐长老 曾华长老 法政长老 他们的个性就是 慈心天天给你快乐 照顾你 安慰你 主动的跟你打招呼 所以 这些老和尚的特色就是如此 就像我们这次去见那一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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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